大家好,欢迎回到Wilson模型柜 今天很明显是RG高达2.0 一定隆重其事 因为RG都出了超过十年 我从第一只开始砌 当时刚刚开始玩全途装 当时还没有噴槍之类 因为人们不在香港 是用全手游的 当时已经觉得很震撼 竟然可以用1.144做到MG 甚至比MG更多细节的一件产品 当时是大开眼界 可以说是对BANDAI的技术 但一直以来都救病RG成型骨架 从多佬基斯开始 就将它们逐渐越来越减少 成型骨架的分量 就变成要自己砌骨架 已经实证了很多 应该不需要多说 在这方面上面 而今次的RG2.0 一看到这个新闻 跟之前大家讲情报的都有说 外形感觉上有少少 取自PGU 似乎是参考它的外形 结架上有没有参考 我觉得不需要想太多 应该就不太关系 一路到 当然我现在已经砌好了 我正在拍这条片的时候 不如直接和大家看一看实物 究竟看它的外形 是不是真的那么像一个PGU 好 看一看实物 顺便看它的内容物 一些附属的东西 本身手已经握住了步枪 为什么握住了呢 因为我插 应该这么说 砌了它这个 握住步枪专用的手型之后 有少少不太想插它 因为它是由三件组件组成 它不是平时的中间爆开它 然后左右夹就可以 而是它又要前后插 然后再砌手背的夹上去 它又未去到很难砌 但是有少少那么多麻烦 待会有需要我才插 另外有火箭炮 也有盾 两个透明PASS的Beam Saber 手型呢 它就除了刚才握枪的之外 就是两边一样 各自有一队的平手 一队的飞机手 可以拿来握剑之类 然后有一个实心拳头 而这个实心拳头也是新造的 就不是说有一款由多劳基斯 开始用起的拳头 就用了很多代 有很多盒都有实心拳头 但其实每一盒 虽然样子似 但是有时大小会有不同 有时形状也有 或者手背的夹有不同 所以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不一定是的 有部份是一样的 但是这次就完全新造了 说真的 就算你不买 它盒里面也有一张宣传单张 就算不买这个DLC 其实你这次就这样 都已经很完整了 连手型都比较好 就不会像这个装甲骑兵 实心的手型都要跟一个DLC才有 就比较大家所谓的良心 就算不买这个 如果你对什么流星锤 那些没什么兴趣 我觉得可以禁止 另外给你一支火箭炮 有这个流星锤 有那支矛 如果我没记错 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装备 但是呢 今次它这个DLC的流星锤 其实就有少少吸引 那它这条链 就很多时候 要么就是铁链 要么就是铁链 今次也是铁链 不过它就用 反而就用回RG 以前我们最流行的技术 就是它们那些 成型骨架的技术 来做可动 那我就觉得OK 就是用在这上面 我觉得OK 有点像艾比安的那条 电热边 但艾比安的情况 其实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它有两颗颜色 如果大家是塗装派 其实就跪了 但它那条电热边 有两颗颜色 然后你用成型骨架 就是玩东西 塗装派 就是完全站在这 今次这个就比较好些 因为它都只是一条铁链 相信你就这样去噴金属色 都不是太过困难的 可能只是噴完一阵 然后动一点 噴不到的位置 再噴一下 应该都不难处理的 那我都已经订了 这个 到时呢 很可惜 我是港版 不是订了日版 订了港版 就唯有要下个月 才和大家分享到 这件事 另外在我扭它之类之前 看了一张贴纸 又是一样 还是叫做 realistic deco 是啦 就 膠贴来的 就不是水贴 当然 但是它是否有些很新穎的marking 其实就没什么 这次 就是很多这些 虽然 尺寸上 就挺精细的 它的字很小的 我今次就用了些 除了警告标签 是通用的 不是bandai 这些其实就是gto的水贴来的 肩头这两块 就是gto的水贴来的 然后呢 这个盾的这些 就是那些 那些叫什么 gundam deco dx 很大张的那些 在那里我就拿回 对的来用 因为我今次呢 就想简弱一点的 其实我一直很久 很少可以砌rg了 其实近年 因为这两年我自己玩hg玩得太多了 其实rg放在dxg里面就有少少 那么多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今次呢 在我扭的之前 讲多一件事 就是在颜色上 我都今次花了少少功夫的 首先好像平时的武器那样 枪呢 我很多时候这些灰色 或者一些枪的枪身颜色 我是很喜欢用navy blue 但是今次就有 搞少少不同意思 就用了这个德军灰 不只是navy blue 主要是用德军灰 再混了少量 很少量的普通灰色的 是的 没有单纯心情问题 想转一下 另外 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呢 今次呢 就跟很多rg一样 有两节色的 今次就集中在白色的零件上 因为过往呢 有时候 比如红色蓝色的位置 都会分两节色 但是今次的rg2.0 很特别 它只有白色做了这件事 原则上 比如之前艾比安 我就早两天才继续 其实我之前想着等hg 但等不到就继续了rg 因为艾比安的组红色 或者酒红色 其实都有分两节色 但是它做到非常不着色 我觉得ok的 我是不喜欢太着色 因为我觉得很刻意 这次呢 始终有一些光线 就看不真 可能会看不真 其实这两块件 这个是浅色一点的白色 这个是深色一点的灰白色 就是深一度的白色 它呢 如果看说明书 就可能清楚一点 当然这个是画出来的图像 虽然 但是如果你是照它这样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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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就很明显是有落差的 当然呢 RG一向的解释就是 那些零件有时候 大家放的出厂的时间不同之类 很多原因 它制造的过程不同 那些色可能会有些色差 我是绝对不接受这个原因的 说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高要求的工业生产 你噴颜色会不会有色差 有都不要紧要 都不是那么大色差 是不是呀 我这些那么业余噴油的人 都不会做到那么大色差出来 所以我今次将那些灰白色的位置 就全部转回来做 跟那些淺色的白色,很近榜的白色 所以你看我這個配色是變得比較簡單一點的 白色就真的是白色的 那個混合法大概是 我純白色有隻Gaia的Ultimate White 我就混合極少量的灰色 是跟回它的配色表 白色混合極少量的灰色 其實我都覺得好像深了一點 在足夠光線下看,但大部分情況下看 基本上都不太覺得有色差 最後在講它的可動之前 講到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這次其實都有這個 可以跟核心戰機合體的系統 它就藏在這個圖欄中間 它就當然是可以拆出來的 整隻 但是呢 那個重點呢 就不是說它拆不拆得出來 拆得出來當然就很簡單 就變成型 裝上那個圖欄也可以單獨顯示 但是最重點的是 當你裝在裡面的時候 究竟那條腰還能動不動呢 因為很多時候你裝了那個核戰機 最麻煩就是它頂住那條腰的可動 但是跟大家去測試一下 那我拆出來方便大家看 其實是沒有需要拆出來的 那它左右動一條腰呢 因為它這次下面做了這個 這個骨盆位呢 就裝了核戰機裡面 即使裝了在裡面 那它這裡也可以做一個獨立可動 即是它不用說 扔住了核戰機一起可動 所以就變成了當你在這裡扭的時候 雖然你會見到核戰機所謂的村崩 但是因為它裡面都是紅色 即是它機翼那頭的位置 所以你又不會覺得是一個村崩位來的 但是其實是一路拆 你是會見到小小部核戰機在裡面的 那它向前扭動呢 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始終它在裡面的關係呢 就有少少少有少少頂著可動 但是呢 它就透過呢 在上半身和這個第一楷的腰關節呢 那裡再新增了一個可動的關係呢 那它整體向前污條腰的幅度呢 就有叫做有上升的空間 就不只是靠下半截這個 裝了核戰機的這一楷位置來做前屈 多了一節 即刻就多了可動了 那向上屈又如何呢 向後咬腰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那但是這裡就真的會穿崩了 如果向後咬太多 或者是否不知道是否我有什麼做得不好 那但是我自己試呢 就向後咬就比較差一點的 左右咬都 雖然不會 就是它始終有一部東西在裡面 就不會叫做超可動的了 但是呢 就叫做都合格 可以動到 那當然啦 它可以拉下一點點 你穿崩穿多一點呢 這樣就咬多一點了 但是我就覺得不太建議 因為它穿崩便會連這個位置都會離開了 那又穿得太崩了 實在 那就先插回去 那另外呢 頭的設計都有點有趣的 這次 那我先拔掉它 為何拔掉它呢 可以讓你看到 它這次平常呢 通常呢 這個頸位呢 就在這裡伸一個頸出來 然後又粒波莊 又好 什麼都好 那它這次呢 粒波莊就跟了在頭的這邊 那它 上面呢 就還駁了一重關節 在它的頭裡面 那就是一個C字扣來的 那我就覺得 那頭這個關節設計呢 其實就一半半認真說 不過呢 就有好就有不好 我就經常在這裡說 如果它平時的狀況 HG的話呢 就上面一個波莊 就是跟著頭一個波莊 下面一塊一個波莊 就不會是C字扣在它的頭上 多數不會 那問題是什麼呢 那平時這樣兩個波莊呢 那條頸這一顆東西呢 就很難對著正面 就是它很難正面對回正面 因為它兩個都是波莊呢 其實它就會經常動的 就是它經常會扭到 就是當你左右扭到頭呢 它就會變成呢 就是它中間這一顆 有時候就很可能就會動了位 就可能譬如你轉過來正面的時候 但是頸就去了45度那些 那些 就不是很漂亮的 但是很諷刺地呢 這次就因為它上面是跟著字扣 那它頸就永遠向前那邊 就一定是向前啦 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最諷刺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次這條頸呢 是沒有什麼細節的 就是RG得來 但是沒有什麼細節的 其實都是灰色的 不用大家看得那麼清楚 都是灰色的一塊 其實它跟HG比的軟膠呢 差不多 甚至乎還少了一條坑紋 有些搞笑 其實它不是做得那麼高細節的話 其實反而這次它上下兩個波階呢 可能更加有利於它頭的這樣兩邊的可動 它這次呢兩邊這樣擺是沒有什麼的 要麼你轉向頭 要麼你就要可能污前一點 這樣才可以斜到頭 即是有時擺姿勢你想頭斜少少呢 你就可能要這樣污前再另一邊 另向其中一邊應該這樣講 將頭 這樣才可以這樣做到一些斜望的一些效果 如果不是呢 那它的可動其實反而受到限制 雖然它因為這樣兩折的可動呢 它向上網的幅度是很高的 這個就非常之好啦 背包呢都反正動開就講一講啦 噴嘴可動啦 把劍就可以動啦 拔得出來啦當然 但是最重點就是這次呢 RG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煩驗的地方 最初那些 就是經常都被一粒東西好像 懶得像MG那樣扣著屁股才在肩膀抬了 我是極度討厭的 我是極討厭這種設計的 那我是 它這次就用回一些 因為近年它們開始用得多些的 就是呢 某些位置 動打打開 這樣就有個洞 有些如果你不是用這樣的結構 我寧願它直接長期有個洞在那裡 但是它這種就更加好啦 你想它不穿崩的時候 就關上蓋子就是啦 那現在這個我自己來說 我懶鬼我就可能會長期打開的啦 在這裏 是啦 那講完本梯的可動啦 那另外一個呢 非常之需要去專門講的就是手 那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腳 那我先講一下腳 所以那腳呢 那腳呢 那很正常啦 都是這樣 這樣抽起 摺起來 然後摺起來 然後摺一下摺地的可動 那全部都非常之好 不需要特意講 那這裏呢 也有一個可以打開的結構呢 它可以讓你避開腳板 有時那些摺起來 有些角度頂著呢 就可以來避一避開的 那但是呢 它的屁股又有一個設計 就是那些抽出來的那些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組得不好 還是什麼呢 它有時是移到 有時是移不到 有時移完出來 它又很難收回進去 那它這裏已經移了出來 它是這樣的方向移出來的 那你就移完出來之後 譬如去做一些貴的姿勢 其實簡單說 它將它摺下來低一點的位置 即將大腿的摺部位 去了一個低一點的位置 那你提腿的時候就可以提高一點 這個就都不是很生命的東西來的了 在各種不同的figure上都應用的了 這個技術 即是今時今日 是的 但是有時候我就偏向不特別喜歡這個結構 尤其是它這個我覺得它鎖 不知道它真的鎖得不好還是什麼 我又很容易有時 即將它摺下來之後 想把它鎖上去 它有時不太鎖得住 好了 最後可動上最需要說的是手 先說肩膀 它這次肩甲能夠前後打開 首先 當然拿來遷就可動的 無緣無故打開又沒什麼意思 它首先就可以 譬如你這樣舉高手 其實很多 不用說了 Large Shooting 這次Large Shooting 就有很多不同的option可以擺了 首先我現在這樣直接向上扭 平時的話 很多時候這樣直接向上扭的話 你的肩甲就要逼著這樣扭過來下面 這樣就有時候有些呆滯的 當然可以擺到好看的 只要你的肩膀可以轉動 可以V的 就是我經常說的 擺姿勢只要V到 即使你是這樣反轉也好 它都不會太差的 感覺上OK的 也都是合理的 扭向下 但是它現在多了可動的選擇 如果肩甲就變成了 其實就不用這樣扭向上去 肩膀 你大可以這樣 不過呢 始終RG就是有這些 東西甩下的問題 都會有些 所以我還沒把心一環 拿膠水瘋死它 那麼 慢慢扭 最重要 因為多可動的位置 又容易脫 又怕它斷 那它就變成可以 即使舉高 那塊肩甲 可能還可以維持在後面 或者有時候 甚至乎 你是可以 今次過分一點 拿多一點角度 你可以完全正面面對 整個正面面對 我們 面對鏡頭 都可以 可以這樣做 那麼 如果你又買到 當時這個初期生產版本的 自戶號 即是RG 它會有一個 last shooting的效果 這邊就用來搏著 爆了的自戶頭 就算你不搏 就算是Beam Effect 都可以的 但是它分兩節 簡單介紹一下給大家看 它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搏 如果這個Beam Effect 的PASS 如果我沒有自戶頭 這裡的爆炸 就有點穿崩 這個爆炸的位置有點穿崩 有點搞笑 但是就 照用啦 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這些Beam Effect 都是開心一下 那就可以 插回它的槍頭 一樣適合的 那基本上呢 大部分槍都適合的 就是它這個呢 它這個位置 就都幾大個洞 那其實呢 你只要那些槍 不是太奇怪的外形 它只要都是 好像這版RX-78的槍 那樣呢 有少少弧度 有些肥肥的位置 頂住它呢 頂住那個洞口 那其實就裝到的了 這個Effect 那所以呢 可以拿這個呢 就拿來取代以前的RG1.0 來去做這個 跟這個RG的自護號 做這個 last shooting的 就是這個 這個組合 那它就本身給了一塊件 你RG1.0用的一塊件 就在自護那一塊 那裡 就給你去重建這個肩膀的 舉起手的方式 但是 因為它那時候的可動 沒有這隻那麼好嘛 但是這次呢 就簡直連那件 那件 PASS你都省了 直接呢 你自己扭好外形呢 就用這個last shooting的PASS就OK了 所以呢 這次這個可玩程度呢 其實我也懶得去拿回 這隻RG1.0 來跟大家比較 因為這次真的呢 如果你不是特別 對於RG1.0的外形 有一些很情有獨鍾 如果不是這個情況呢 其實你根本上 這次是一個上下位互換來的 就是我們那些俗稱 是啦 所以 待會兒比較 都不是比較RG1.0 那好啦 先說一下手的可動 那我用另外一邊的手 那它 它那個 肩膀上旋的範圍很廣闊 那看回就這樣 這隻手 是啦 那它可以呢 這裡 只要你有空間 它就怎樣船上去都可以 就直到頂住了 但是呢 它肩膀的這一塊灰色件 其實跟它那個肩甲呢 就有少少頂的 但是就 就是 你當 你看它上不曬去的 就是你這個手臂呢 其實跟肩膀就很難平排的 除非 你扭去第二個角度 就是你不要拿那個 這個手臂的背面呢 直接拉上去 你可能轉 好像剛才我這樣 轉少少角度呢 那其實是可以貼著肩甲的 是啦 那另外 看回它那個摺曲的手 那這些都 其實我不試你都猜到的了 都實對摺到啦 就是現在這次 特地去設計過它的可動 一定摺到啦 就是 不行的話 就是丟到海衛魚 是不是 所以呢 就這次可動上呢 就是這樣啦 那 都不需要說 都不需要 給分啦 是不是 大家都 感覺到它的可動有多高啦 好 最後呢 講一講它的裝備啦 剛才有盾 有火箭炮 還有它手上握的那些步槍 步槍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這樣 扭這個瞄準器 另外這個握手位 這樣 那你可以 這次高可動得那麼緊要 很輕易就可以做到那些傷痴啦 不特地搞啦 那呢 先講火箭炮 都不是特別 很誇張有什麼東西的 這個 手把位可以動 那就是基本的東西啦 因為它有時候 放在肩膊 要就少少角度 所以這個位置要動得啦 那另外呢 它有得拔牆縮短 是啦 那就單純是收納狀態 就縮短它 拔牆就發射狀態 那樣的 然後它這裡有個洞洞位 就有些搞笑的 這個洞洞位呢 拿來做什麼呢 平時又不讓我收起來 不知道幹什麼 那其實是拿來 勾在一個屁股裡的 這個屁股這裡有塊東西 打開它呢 其實這裡還有 裡面應該都是一個3mm洞來的 那如果你不用這個3mm洞呢 就拿這一塊東西 插住在這個火箭炮這個洞位裡 好聰明啊 這個設計 為什麼要這樣做 特地設計一個洞位給伊枝火箭炮 其實它這次呢 我又理解到它這次的設計概念 它的概念其實是想玩 我又理解到它這次的設計概念 其實它這次是想在 你砌完之後玩那個過程呢 盡量一些東西是不用拔拔插插的 其實它都真的 原則上做到 但是有一樣東西跟我剛才 就是有了矛盾有少許衝突的 就是我講這一個 就是都是拔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它這個步槍呢 就是你要拿這把步槍 就是要解開它這個拳頭呢 它是散得很重要的 就是它這裡 拔開了手背甲 然後這裡呢 就還要前後這樣扯開 這個插槍的手型 你看幾碎 是唯獨是這個插槍 就搞到這麼麻煩了什麼呢 我寧願它中間爆開兩邊 我容易插回 它現在這樣呢 不知道有時候很難遷就位 這樣 它又未去到很難裝 但是拔到這麼碎 你有些不是很有安全感 說真的 有時候怕它掉了 沒有有安全感 但是呢 火箭炮講完了 它的盾子這次很有趣 我覺得這次的盾子 可以收納 把步槍 好了 先打開這裡 首先 這個打開了 它是可以插在這個 插槍這個孔位的 那個trigger位的 這樣套位的孔 它就插住了 而且它還可以 把兩把劍分別插在這些位置 雖然 既然 我既然已經插在背部 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要放在盾子上 但是 不知道關不關 它將來會有些 RX-78的衍生產品 會用這隻2.0來出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掛到這把槍 這些 至少我覺得看來有點新穎 感覺有點新鮮感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玩法 好了 至於盾子插在手上又怎樣玩呢 這次當然用飛機手可以插到 另外還有一個跟一個扣 當你插住的時候 可以固定它在手的前腕 但是我固定之前 想做一樣東西給大家看 這次的飛機手插這個盾子 飛機手和盾子插手的形狀 都是一個正方小小的形狀 那有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要說呢 就是你可以這樣插也行 這樣的角度插也行 轉角度插也行 就是這樣插也行 這個正方形的設計 就讓你頂住 它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想這樣插的時候 它就不會這樣垂下了 這個關節也足夠地堅固 所以是可以固定得很好的 好了 去到尾 就和大家 就不是想說比較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比較的必要 剛才所說 和RG1比0比有什麼好比呢 都贏了 那你除非很喜歡外型 那你就可能拿回一些舊的零件 改進去 或者你很喜歡那個頭 之類 但是如果你說外型 我覺得主要是說選擇 所以就不是說比較 選擇來說 如果你是很喜歡動畫 例如好像MG2.0那種風格 那你都應該大致上會選擇一款 HGUC Revive版的RX-78 另外如果你想玩GTO為主的世界觀 那你就不用說了 就玩得安之島或者真的GTO的那隻RX-78 所以其實這個是在說選擇的 另外呢 就有兩隻獵奇少少啦 就是G40 和這個Beyond Global 那這些呢 其實就更加放在一起 看得完氣 因為這兩個外型非常獨特 其實就不是說 就是去和2.0去做比較 或者選擇的了 你喜歡就自然會去找這兩隻來買的了 那呢 那我的貓都在這裡搗亂了 那我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呢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那可以喜歡的條片 給個Like 那就Share給朋友 那最緊要呢 就按鈴鐺 那就可以收看我們最新的節目了 那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